那一盏灯火是属于我 一个人的街头 没人在一起呐喊一起喝彩 那一种美满会属于我 两个人的温暖 会不会装出不一样的烟火 孤独曾经始终骄傲 岁月转眼的熬 时光流转终于落单 偷偷转转才知道 平淡的陪伴最重要 我不愿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穿越千万里 注定是你 和你携手不离不弃 陪你安满老去 M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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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Mmmmm 南風 胭脂 你義父在我手裡 你必須立刻趕到上海服西路臨府 你沒想到我 臨必君 林碧君 爹 我凭什么和他相亲 为什么和他相亲 他绝几号生的 像二零和二八四一样 在数字上 跟我有什么瓜葛吗 什么二二零 把你们俩的命合过了 我 合得不得了 你不要忘记了 算命的都会风水啊 爹 你那个是迷信好吗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什么是二二零 什么是二八四 你看这个二二零和二八四 是一组很奇妙的数字 我给你解释一下 二二零它的因子是 一二四五十 十一二十二十二四四五十五 一百一十二百二十 减去二百二十本身 把这些因子 全部加起来的得数 是二百八十四 相反的 二百八十四的因子是 一二四 七十一一百四十二 二百八十四 同样减去二百八十四本身 把所有的得数加起来 是二百二十 神奇吧 神奇吧 这就叫做恋爱数字 这个恋爱数字 是毕达格拉斯发现的 在中世纪的情侣 会有两个互生服 这两个互生服里面 同时写着二二零和二八四 他们的意思就是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所以二二零和二八四 被称为恋爱数字 哎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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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都没有去见过人家 怎么会知道人家 跟你不是二二零和二八四的关系啊 儿子 无论如何这一次 你必须要见 因为这一桩亲事啊 是你小时候 老爹帮你订的娃娃亲 明白吗 啊 我就是一个江南人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义父现在安全 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要亲自去试一下 来 直到如今 我就是林家大小姐 林碧君了 林碧君 我就是林碧君了 林碧君 小五 几点了 三点十分 快点吧 我都已经迟到五分零七秒了 我的包呢 我的包去哪儿了 小姐 请出示您的船票 我 先生 你来得正好 我买票了 我把票放在我的包里了 刚刚我的包还放在这儿呢 他可能是被偷了 小姐 没买票就说没买票 像你这种没票蹭船的人 我见多了 我 我真有票 十倍票钱 你要不补 我送你到警察局 先生 我的票就在我的包里 包也被偷了 我身上没有钱 我怎么给你补票嘛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赶紧跟我进去 走 去哪儿 走 我真有票 先生 先生 我真有票 我可以帮你干活 修船修缩我都会 真的 我什么手艺都会干 真的 你要相信我啊大哥 大哥 在这儿好好待着吧 等会儿扎着船 把你送到警察局 到那儿再解释去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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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把我关在里面啊 我还要去救我姨父呢 我姨父现在有危险 我不能被关在警察局啊 管好你自己的嘴 否则我送你去见阎王 不会 不会 你们一个世纪 最厉害 我一定不会乱说的啊 我一定不会说 这些箱子里面 装的是大烟的 你还敢乱说啊 不想活了吧你 不敢 不敢 好在我随身带着偿命锁 姨父跟我说了 这个偿命锁 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信物 可千万不能让别人拿走了 什么也难不倒我这个 江南第一的小锁匠 你还没关在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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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 你还没关在你呢 你还没关在你呢 我还没关在你呢 那你们下难道 不你不想要回奔了 站住 站住 对不起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有人跳枪了 终于抓到了 你要自杀 别以为用死威胁我 我就会心软我告诉你 要不然股票罚钱 要不然进警察局 不是我 是有人已经跳下去自杀了 那个人长得很像我 快点去救人啊 快去救人 那个女人跟我长得这么像 难道他就是临别区人 别以为这样 你就可以将功补过 等警察来了 我还是会把你交给他们的 别跑啊你 别跑 抓住他 抓住他 小心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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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这一到上海也太倒霉了吧 要冒充林毕君还要被撤撞的 妈呀 这个林家大小姐也太不好当了吧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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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看啊 哎呀 赵呀 多少钱我赔 不必动刀动枪的 只怕你赔不起 上面的明细写得很清楚 重新算一遍不就好了吗 这么多的账 老子没有时间陪你再算一遍 鬼燕 你在牢里待了十年 兄弟们都想死你了 你共进了三箱安息大红旁 两箱信阳毛街 十二箱的西湖龙脊 和十二箱的碧罗春 价格合计是 一万九千七百二十三块大洋 这里的停泊费用 早上每小时十三块五 晚上每小时六块二 所以你们是昨天早上 八点十分到达码头 至此共停泊一天二十九小时 十二分钟 我应该给你们 两万零二十五块大洋 然后折合成美金就是 六千六百七十五元 我这有七千美金 就当这七千美金掉到水里了 全都赔给你 四爷 好像是这个时候 没想到你想的真有种啊 敢在嬴市的地方上撒野 你们是嬴市的 你知道吗 上海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黑帮 才变得乌烟瘴气 这香嘴装的很可能不是茶叶 而是大烟 就当这给你洗尘呢 我何尝不是惦记着所有的兄弟们 对了大宝 你确定前面那辆车 是迎战的吗 没错 五九五肯定是迎战的车 看他这样子啊 肯定是去 蓝蓝蓝蓝锡餐厅 我就猜到他会去那儿 所以派的人在那里守株待兔 你不是说 昨天迎战待人砸了咱两个场子吗 咱们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还以为咱们遮天会 是缩头乌龟呢 把这小子给我泄露 救命 救命 别抢 给我让开 你们警察 给我开好码头 自战人 给我追 是 难道刚才跳江的那个女的 就是林碧君吗 什么地方找义父呢 义父 对不起啊 我真的是传票和包都被偷走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说的是实话 我没有 你是冤枉我的 我求你了 你别抓我呀 你干什么 我让我出去啊 我的包真的被偷了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你不是检票员啊 你生日是哪一天 生日 你包拉上车里就是为我生日啊 你刚才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我还以为你要把我吃了呢 我再问你 你生日是几月几号 还有 你迟到了九分钟知道吗 我哪招时间啊 我 我不像你 你有表 好吧 既然你非要问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我就告诉你吧 七月二号 咋啦 七月二号 没一个是我喜欢的数 你能不能先别讨论什么数了 你好像有麻烦了 有一堆人拿着武器朝你这儿冲过来了 怎么办啊 小五 开车 停车 找停车 小小子这回让他跑了 快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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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现在就去探探口风 你们先回去 把这件事要给我处理好了 去 是 走 你放开我 你怎么回事啊 坐个车也会吐啊 实际上你那个车 开拓这七八糟的 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喜欢七和二啊 七和二都是素数 是最小气的数 素数 小七 怎么连素数都不知道呢 所谓的素数 就是被一和自己整除的数 它们不能融合其他任何的数字 这难道还不小气吗 你不是在教会学校读过书吗 读书读到哪儿去了 那 那你喜欢什么数啊 我喜欢九 十进值当中九是最大的 而且在九前面 任何数字都会显出自己的圆形 一除以九等于零点一 二除以九等于零点二二二二 三除以九等于零点三三三三三 哦 哦 这也是啊 素数 你不喜欢素数 你喜欢九 那就是说九是荤数了 我也是特别喜欢吃荤的 我就特别喜欢吃肉 荤数好 荤数就是好 你干嘛这么奇怪地看着我 我 我穿的是三十六号鞋啊 三加六等于九 我一分钟能开九把锁 我跟你说啊 算命的还说了 我是猫命 猫有九条命的 说不定本姑娘还能活到九千 见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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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见鬼了 你怎么知道我叫林碧君啊 我刚刚下船 你就知道我叫林碧君 你不认建鬼了 呃 我今天只想见林碧君小姐 不想见血 荣华国贵 你们俩守这 不要让他们闯进来 跟我挺像的 这是我 就是因为这个人 我爹才让我和你这个林府的大小姐相亲 相亲 所谓的林府大小姐 原来他把我当做林碧君了 可是林碧君不是已经 我明白了 那个林碧君 一定是忍受不了这个人的臭毛病 不想跟他相亲才挑战的 想什么呢 我告诉你 你说除了这张脸以外 你有哪一点像他了 看你这副德行 这是穿着 哪里像大小姐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故意去拍这张照片来骗我的 我 你也太逗了吧 我故意拍照片来骗你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德性 整个一个七减二 五 对 就是五 前面再加个二 后面加个零 二百五 就是二百五 我告诉你 二百五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好吗 当然有意思了 五百的一半 一千的一半的一半 看来你挺会数数的 我饿了 我包丢了 你有钱吗 吃饭去 你还说你没骗我 你就是和我爹串通好的 你连吃饭这个环节都不落下 跟你爹 吃饭的环节 什么意思啊 别无废话 走 这到底什么情况 七家儿 你还吃不吃饭了 快点 怎么不走啊 车坏了 什么 你去哪儿啊 你干嘛啊 换车去哪儿啊 下车 不好意思 银公子 真是太不巧了 这九号桌已经有人预定了 没关系 让你的客人在外面等着 行啊 一群饭头 连几个人都对付不了我 非得让我出手 五言 用不着你动手 我带他们几个上 慢着 好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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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见 臣都对了 噢 一群啊 这些人都 耐蟬 有什么 他后要伤得很严重 我们送他去医院吧 你小心点啊 你没事吧 大邦 去把那帮子人赶走了 别让他们伤到那个穿粉色西装的小子 好 快去 不再保佑 你个废物 住手 给我上啊 快 给我追 你没死啊 走吧 干什么 我不会打架 终于要开启我最喜欢的七加二模式了 什么意思啊 吃饭 不会 饭吃饱了 这命就没了吧 小五 把车钥匙给我 你先吃饭去吧 欢迎光临 九号桌 你们东家已经跟我定位位置了 我叫钱仲杰 您稍等 原来你交钱重鞋啊 难怪呢 这一路上跟重了鞋似的 干嘛 警告你 别给我乱说话 拜托 请你离我圆滩 我饿了 想吃饭 先生对不起 九号桌已经有人坐了 是你们东家订的 而且是提前订的 为什么会有人坐 那是因为 站坐的人来头太大 我们都对不起啊 来头太大 我倒看看来头到底有多大 走 位置没了就没了嘛 咱们换一桌吃不就行了嘛 就吃个饭嘛 钱重鞋 钱重鞋 你可算来了 收到我的信了 我 我 我准备了你最喜欢的兰花 你是在等我吗 坏了 这人一定认识林碧君 我马上就要露馅了 可怎么办呢 我绝对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我还要见义父呢 你跟他认识啊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你哑巴辣 不是 他 他是 他呀 我怎么会认识他呢 他就是个神经病 不信坑啊 你说这个男人手上 竟然拿着一个布娃娃 哪个男人手上 会拿着布娃娃 这个人就是神经病 我才不认识他呢 你呀 就别听他胡说了 咱们赶紧吃饭去吧 关爱生命 远离神经病 走 走啊 那你 现在是必须来 的话 但是你自己会给 shots 要让人家死 这些个布娃娃 是你送给我的 你忘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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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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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才是神经病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神经病 果然把我当成灵弼君了 这个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你想想 我灵弼君在大上海 那得有多少人仰慕啊 对不对 至于其我的人 都已经排到那个 码头上去了 至于这个人知道我的名字 那有什么奇怪的 至于你嘛 你这个钱重邪 就你这样的人啊 真是有眼无珠 还管我叫什么 七加二 闭嘴 这位先生 这个座位是我定的 请你现在马上离开 你让我离开我就离开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说站座就站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 两位 那个 钱重邪 咱们就换一桌吃吧 反正不就是吃个饭吗 闭嘴 这 这里有两千美金 拿着钱 消失 这里有五千块 拿着钱 消失 不是 啥呀 吃个饭 干嘛要花五千美金啊 不值得 你一小时大了 快收起来 收起来啊 我的钱想怎么花 我就怎么花 对 是你的钱 你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就你这种有钱人 谁管你啊 可是你知不知道 这么多钱 能让全上海 多少饿肚子的人 吃饱饭啊 你这种花钱 如流水的富家子弟 整天给自己穿衣服 穿得跟魔术师一样 你懂什么 你不知道贫困人的辛苦 完全不懂老百姓的苦 好 好 秦少爷 我问你 这一桌 一天能有多少人用餐 一天大概五十个人吧 五十个人 每个人就算消费十美元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共消费了 十八万两千五百美元 你又干吗 喂 这 秦主席啊 这里有二十万 这张桌子我一年全包了 我 等等 普通人的人头是一万美金 那些富商老板的人头 是五万美金 洪湖帮遮天惠老大的人头 是十万美金 你帮我算算 你的人头值多少美金 我 我的人头不值钱 我的人头不值钱 我 秦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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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言 嬴市那几个小子 他娘呢跟脚底下抹油了似的 跑得还挺快 一个都没追上 全跑了 对了 惠言 穿粉西装的小子 你认识他 不该你问他就别问 是 荣华 码头的厂子今天被人给砸了 我着急见少爷呀 你看这俩人这怂样 又跟这天会火拼了 少打听 我先进去 你们在外面等着 四哥 你看 四哥 砸咱们码头的人 换了这辆车 你想的是真傻假傻呀 少爷在里面呢 你没听说 少爷在和一个女人约会吗 你要是进去打打沙沙 少爷非踹死你不可 少爷 码头今天被人砸了 老爷和阿四都急着找你呢 过来 对了 就是他 帮咱们赶走遮天会的 碧君 今天家里有点事 我就不陪你了 看在你刚才帮我赶走遮天会的份上 今天就这么算了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有几个黑帮是活得长的 四哥 这小子的车锁被咱们灌满了沙子 他这回只能走着回去了 是 前老爷来电话 说他儿子前仲杰到码头去接小姐了 他们要吃过晚饭之后 再送小姐回来 看来这个前老爷 这小姐 也很急于让两个孩子成亲 这不也是您的计划嘛 三个月之内 必须让这两个孩子成亲 您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吃饭 好 为了见我的义父 我必须继续假装当那个林碧君了 这个钱仲杰也不太了解林碧君 不然还可以跟他打听打听 你干嘛老盯着我看 我脸上有数字吗 没有 没有啊 我在想 如果 我是林碧君的话 你 该什么时候送我回府上 你吃不吃饭 对呀 饭来了 吃 你吃饭了 爹 跪下 跪下 你这个逆子 说 哲天慧 为什么想要你的命 我 因为我砸了他们的场子 为什么要砸人家的场子 因为我喝多了 别打了 锁被灌杀了 知道灌杀了 我都跟你说过了 这锁被灌杀了 你这么硬拉 门会被拉坏的 来来来 拿着 闪开 闪开了 喂 我这辆车可是进口的 你可不可以把它弄坏了 喂 这次该你闭嘴了啊 今天跟你在一起 真是倒霉透了 吃饭被人占了位子 出来车锁又被人毁了 我告诉你 这车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这个开锁本来就不是 女孩子会的技术活 你偏要去弄 我告诉你这开不了 你以为开 是 某些人啊 只知道加剑成厨 那根本就是没用的 我告诉你说啊 会开锁的人 那才是完美的 这钥匙呢就是一 这锁眼呢就是零 加在一起呢就是十 十分完美 这个说法好 我喜欢 那是 我跟你说 你以为本姑娘是真没上过学呢 以前呢 我每次在学校里的墙外面 去旁听人家 我是说 我每一次经过那个 学校院墙的时候 就知道他们答题 到底对还是不对 我还以为你上学的时候 都是学的那种素数 我 我连荤数都知道 素数有什么不知道的 你太小看人了 不是说 你送我回家吗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这是我做的 你坐后面 爹 我知道 我不该喝那么多酒 去找遮天会的麻烦 我也知道 爹你一直跟遮天会和谈 可是遮天会害死了我娘 我迎战什么都可以忍 可以让 可是杀母之仇 不共在天 只要我迎战有一口气 我绝对会让遮天会 血债血肠 你是不死为改 爹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向遮天会低头 难道你忘了我娘是怎么死的 忘了你老婆了吗 你 你是个逆子 你 你 小姐回来了 快去告诉老爷 李伯 前少爷 送小姐回来了 小姐回来了 赶快通知老爷 我去接小姐 好 小姐 您还好吧 终于回来了 坐轮车回来不舒服吧 您没事吧 她今天晚上吃了两个面包 你回头给她熬点粥吧 好 知道了 你还好吧 我只要看不到你啊 我就没事 既然你对我也没有好感 我也不喜欢你 不是这样 你回去跟你爹说一声 我回去也跟我爹说一声 这样帮我们划清 散了 实在是太好了 巴不得呢 就这么说定了 赶紧散了 那好 那你保重啊 我走了 再见 实在也不见哪 天哪 我终于到林府了 也不知道 我扮成林毕君 他们会不会把我给识破了 嗯 鼓起有气 走进去 小姐 小姐回来了 这老头巴承就是林毕君的父亲 我必须装他笑一点 爹 小姐 你这刚走一个月 就不认识李伯了 李伯 哦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忘了李伯呢 好好好 我只是想知道 我爹在哪里啊 好 李君 你回来了 这回是谁啊 感觉胡大小姐的名字 一定是他爹 爹 我想死你了爹 我真是想你啊 想死你了爹 李君 累坏了吧 进去休息吧 哦 哦 小姐 里边请 哦 好 走 大小姐怎么感觉怪怪的 啊 小姐 百合已经去烧水了 等会儿你就可以去洗澡了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洗澡 我今天累了 就不洗澡了 不洗澡了 小姐 你平时很爱干净的 而且还有洁癖 您今天怎么就不洗了呀 我是说 我是说我现在累了 休息一下就去洗 嗯 好 那您先休息一下 我先下去了 嗯 洗什么澡啊 我们穷人一个星期才洗一次 有些人 那是一个月都不洗澡的 那是怕浪费水 不过说实在的 这个屋子可真够大的 可是这个林碧君 日子过得这么滋润 还有丫鬟伺候 他怎么会想不开呢 哎 我来 不去哪儿吧 我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和我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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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美妙的数字啊 真是富人有富人的烦恼 穷人有穷人的快乐 她一定就是林碧君 没错 就是今天跳江的那个女孩 她怎么长得跟我这么像啊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人让我来冒充她 然后她就跳江了呢 真奇怪 真是太奇怪了 不行 不想了 关我什么事啊 我来这儿就是来找义父 绿罗 阿淳 我找少爷 少爷说了 谁都不让进 少爷 老爷回来了 少爷 你别叫啊 你别叫 少爷 你别叫了 少爷 少爷 老爷回来了 让你去见他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和舒子谈恋爱的时候 不要来烦我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不礼貌 这跟偷看别人洗澡有什么区别 你去跟帐房领两个月工资 你明天别来了 少爷 我错了 绿罗下次再也不敢了 你别赶我走啊 是老爷回来了 他让你下落去见他 爹 是 水仙 老爷 你在我们林家也超过十年了 你又不是外人 所以跟你说点家事 嗯 毕君前阵子在香港 做学术交流 他在那边哪 出了车祸 脑袋受到了撞击 医生发来电报 告诉我这件事 在他受伤以后 性格完全变了 还有 忘记了一些事情 医生还定住我 他意外之后 整个人的很多事情 全都忘记了 他说过什么 你们就当他没说过 都是胡话 如果他记不起什么的话 你也不要声张 演唱的歌 因为我们来说 再调一新 drop 作词 随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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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是一种考验 失去你那一天 就像失去整个世界 一瞬间就毁灭 一生最爱的人 再给我一个吻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几年曾经我们失去的清晨 一生最爱的人 存在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身上恨 是我太见证 时间太灿烂 回忆太冰冷 留下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恒 一生最爱的人 再给我一个吻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记忆一年曾经我们失去的清晨 一生最爱的人 存在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身上恨 是我太天真 时间太灿烂 时间太灿烂 回忆太冰冷 回忆太冰冷 留下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恒 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恒 我一个人 能排着永恒 能排着永恒 等待着永恒 都在乱 回忆太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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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太冰冷